功能啦 其實因為 我不知道各位好像都 Google的地方都沒有登錄 你們變成匿名的刺蝟 匿名的什麼了 其實等一下有同學 最好的我習慣是就登錄了 但你要記得 你的Google帳號 盡量設定兩階段驗證 也就是登錄的時候 他會發一個簡訊 到你的手機裡面 確定是不是你本人 那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了 那因為這邊會還原 最好是離開的時候有登出 因為如果他重新再登錄的時候 還是會要求對方 輸入那個手機 會剩一個訊息到你的手機裡面 有六個號碼 你要登錄才可以 那我每個帳號 因為Google帳號我不止一個 然後呢 用這種方法 用了十幾年都沒有出過事 那你也不用擔心 登錄會是什麼狀況 那登錄之後的話 其實旁邊會有個什麼 那個即時通訊 就像MSN一樣 那也就是說如果 你們等一下 其實我也在別班試過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如果你登錄之後對不對 你也可以按這個按鈕 然後旁邊 就會出現有個類似像MSN的畫面 然後你的名字就出來了 然後你說 老師我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就看到了 我就馬上回答你了 可以在這邊對話 也就是有的時候 中間各位練習的時候 突然有問題 你也不好意思舉手發問 沒關係 在這邊也可以發問 這也蠻有趣的 所以這也是雲端的一種方式 所以等一下各位如果有時間可以試試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設定格式化條件 其實程式當然已經超過我們之前會寫的範圍 那怎麼辦 沒關係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它不能用什麼 比如說像這邊顏色 我要把它恢復 你按自動 它會理你 它不會理你 也就是這裡面的格式設定 跟這邊的格式設定是兩回事 是分開來的 它有點像是一個圖層 照上去而已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它移掉的話 記得 Ctrl 你不用Ctrl 你就是直接 設定格式化條件 清除 整張工作表的規則 那你就清掉了 裡面的格式就拿掉了 記得不是從這邊去清除 那怎麼加 一樣嘛 從這邊去新增規則 但是這個你不會寫怎麼辦 第一個 你們等一下先清除 不會寫沒關係 記得用錄製聚齊的方式 怎麼做 做一次給大家看 第一個 假如說你要錄製 不會寫的東西 我覺得這方法還蠻好的 讓你不會寫的便會寫 這個VBA真的還蠻貼心 這是一個蠻大的特色 其他程式沒有這回事的 你不會寫你家的事的 你自己去Google找 找半天還是找不到 去買書翻半天 還是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 不過 錄製聚集雖然好 但是 其實說真的還是有一些訣竅 首先第一個 我希望在這個範圍裡面 設定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前七名給不一樣的格式 那訣竅一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先彩排過 OK沒有問題之後 那選舉範圍記得 游標先放在旁邊一下 不要放在這個範圍裡面 為什麼 因為你要錄製的話 你必須把這個動作給錄下來 因為這個動作沒錄下來的話 就會有問題 就是 也許你剛開始 就是 初始的位置不對 將來在選的範圍也會出錯 所以建議是 不要放在那個範圍裡面 把那個動作也錄下來 比較保險 那怎麼錄 一 開發人員裡面 錄製聚集 他會問你說你等一下的程序的名稱 就是SUB的名稱叫什麼 那我們給一個叫做 比如說格式化好了 假設這個是格式化 好 然後按個確定 接下來你的動作 通通都會錄下來 所以1 點他 他就錄一行叫 Range12.slate 然後底下全選 你就Ctrl Shift向下 他就也是一樣 把那個Selection這個範圍 幫你把它Select 再來怎麼樣 就常用裡面的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的規則 就把剛剛的動作再做 指格式化包含的 這個下列的儲存格 當他小於等於7的時候 做底下的格式 什麼格式呢 字型是紅色的 填滿是黃色的 按下確定 再來呢 確定之後 格式就套用了 再來如果說你要取消 在他的選群 旁邊再點一下 好 做完了之後對不對 請注意喔 請你再切回到開發人員 這邊有個叫停止錄製 就停掉了 好完成 再來呢 第二件事就是我要清除剛剛的設定 因為有一個加上去有個清除 那同樣的方法再一次 就是 接下來就是 錄製聚集 我要清除 所以這邊的話格式化清除 或者叫清除 格式化 OK好 按確定 那怎麼做 接下來常用 設定格式化條件 清除規則 整張好了 全部一起清 好 最後錄完的 把游標 就把它切到開發人員 停止錄製 好 這樣我們就錄兩個 一個是加 一個是移 所以最後會有兩個按鈕 那特別注意喔 剛剛錄的東西會跑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在聚集裡面 錄完的東西 會幫你放進來 所以我點聚集一下 剛剛錄的東西 在這裡 不不不跟著一下 應該是 格式化 清除格式化 所以這兩個 你可以按編輯 它會幫你跳過來 就告訴你錄完的東西在這裡 好 然後 清除格式化在這裡 那其實比較重要的 可能要注意就是說 錄製聚集 它會做什麼事 會先幫你新增一個模組 叫Module 2 如果你本來Module 2 它會變成Module 3 Module 4 就是錄製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新增一個模組 並且把錄製好的東西 放在這個新的模組裡面 那因為我有兩個嘛 一個叫格式化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是幫你新增一個Sub Sub就程序嘛 對 然後呢 裡面就幫你把程式寫在下面 就這些東西 那也許喔 你可能看不懂 那我的習慣這樣 會把什麼 這邊喔 自己再加上1 做什麼 那你就敘述一下 我的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1 2裡面 這個動作 它錄下來就是這一行 第二個的話 我做什麼 就是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其實就是這一行 旁邊後面的字自己打好了 因為這個可能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打了 再來的話呢 設定格式化 就在這裡 所以喔 將來這些參數能不能修改 當然沒有問題啊 可以修改 那它做什麼 Add一個Type 這個Type是SalesValue 然後做這些事情 Echo 有沒有 所以喔 這關鍵在這裡啦 那這些東西喔 你如果適度的做修改 也可以變成你要的效果 OK 然後Format 格式化成什麼 字形做這個顏色 然後底色 Interro 做這個顏色 那最後的話 就加上這個效果 並且選取 取消選取實際上 我點了G33 點Sales 所以 這個地方你可以 再去做一個那個什麼 嗯 瞭解一下 裡面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 清除格式化其實非常簡單 它就是一行 它就是一行 叫什麼 Sales Sales指的是 這個工作表全部的 它